说见性是公,平等是等 只要我们见性了,见到不生不寐的真心不信 那个就是公,就已经有公了 那我们能够平等,人跟人之间平等 然后人跟物平等,物跟物平等 全部都是平等,这样就有等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之所以没有办法确立得性 就是因为心里面分泌心很浓厚,没有平等 那只要我们平等了,就可以有那个德呈现 那我们要了解说,以德服伦,那个是心服口服 以霸道来服人,那个口服心不服 所以要以德来服人 念念也无智,常见本性真实的妙用 所以六祖就讲,说念念无智 六祖的念就是我们不生不寐的佛现本体 那个念 念念就是不要有阻塞 我们这个念念我们都会阻塞 住相,住相就是阻塞的 那我们都不住相 因为知道所有的相都虚幻不实在 一直无常变化 所以我们不要住在形象 不要住在形象,我们的心就自由自在 这个时候念念无智 不会阻塞 那么常见自性真实的妙用 可以看到我们本性 那个真实的妙用 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 就是我们生花念头 念头这个生花也是我们本性的 那个真实妙用 就是功能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一体会了 回光返照 体会了以后 就可以很滑喜充满 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 名为功德 那么底下又讲另外的角度 说内心签下是功 外形与礼是德 就是我们内心能够谦卑 然后能够放下身段 所以谦卑这个很不容易做 我们都会有一种不知不觉的骄傲 就是我向在 我向在就会骄傲 那我们能够谦卑 能够低心下气 这样就是已经有功了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都是我们自己本身 做起 内心能够谦卑 然后外形与礼 就是诚与中 然后行与外 我们心里面很诚 然后表现也在外面 就很有那个礼貌 所以内心签下是功 外形与礼是德 行词出来 都跟这个礼相符合 那个就是德了 那么自信建立万法是功 从我们的自信 然后建立万法 我们就可以想 这个地很脏了 然后我来扫 就是建立一法了 然后看到人需要帮忙 我去帮助他 这个也是建立 从我们自信建立的法 然后有这个小孩子过马路 车子很多 我们前拿过马路 这个也是从自信建立一个法 怎样了解吗 所以就在生活之中 我们自信可以建立万法 然后看到什么需要整理 什么需要迁徙 我们都动手去做 这个就叫建立万法 这样懂了吗 并不是说这个建立我们很远 就在我们生活之中 在生活里面 我们自信可以建立万法 一定也要行持这个善 不要做那个负面的 心体理念是德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那个心体 理念 离开 就是所有的一切 这个念它是包含所有万象 就是我们心体都能够离 离开念 因为我们有念 我们就会有行为动作 那我们离开念了以后 那一些行为动作 就已经 不会说不知不觉 去行持 那我们的行为都在我们的指挥之下 都在佛性的指挥之下来做 没有业 那假如说我们不知不觉 自相的哪都在去做 那个都有业 那么不离自信是功 时时刻刻都不要离开自信 就是时时刻刻都保持这个觉性 有觉乐 就不会照应 或者都一再强调 只要我们这个保持那个觉 绝对不会 这个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出来 那么应用无揽是德 我们用佛心的 那个功能作用来应用 无揽 不要揽到五颜六色 成功都不要去懒伤 那个就是德 功德 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 我们要找我们功德 那个法身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 真心佛性本体 就是功德法身 我们要找的话 就按照这样做 就可以找到 是真功德 这个才叫做真的功德 那个照四度生 那个是人天小果 若修功德之人 心疾不轻 我们修功德 就是心不会轻视别人 不会把别人看轻 都会尊重 所以我们尊重 所有的人就叫供养之佛 我们尊敬所有的众生 尊重他 就叫供养之佛 因为众生都是佛 那我们也在供养 供养非常多的佛 我们就可以生死得本 只要我们都尊重 尊重所有的众生 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 不管他什么年龄 我们都尊重 这个是要内心做 从内心做出来 不是一个表面的 那么长行的普敬 就是我们选此出来 都普遍的 我们都尊敬 这个长行普敬 这样我们自己 就不会骄傲 不骄傲就不照业 我们骄傲 就是在酝酿 酝酿五蕴 要落入现象做人 那么心常亲人 无我不断 极致无功 心常常都亲事别人 这个是我们 众生的习惯性 都看清别人 看重自己 我们的习惯 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不要 这个常常看清别人 要尊重所有的 这个终生 无我不断 就是混贝心 就是你有他 那个混贝心 很强烈 这样的话 就没有功 自信 虚妄不实 极致无等 我们这个心里面 自己最知道 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心 是这个应对的 那个表面的 那个都不是真的心 那个是虚妄 所以我们自己 假如说虚妄的话 我们都知道 那个虚妄不实 就已经没有得 为无我自打 就是把自己 看成是最大 所以这个是 最大的毛病所在 那么长亲一切故 为什么会 把自己看得很大 自以为是 就是常常都看清一切 看重自己 外面说一切都看清了 三次是念念 无间是功 就是我们念念 不要使他间断 就是那个觉 我们那个觉性 不要使他间断 这样就是功了 所以我们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回光返照 大概都没有 很长的时间 所以都是念念有间断 所以功就没有 那我们就是努力 使自己这个回光返照 照到自己的本性 他没有间断 这样就是功 那么心形平直是德 我们心意行持出来 都是平 都是直 直心就是道常 那个平 平常 平凡 平时 平大 就已经跟真理都相应 所以就是德 那么自修性是功 我们自己修自己的 那个佛性是功 那么自修身是德 我们自己把身体 就是很端庄 这个人看起来都很舒服的 那个就是已经在修德 三次是功德 惜自信内见 所以功德要在自己的 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里面 见到 不是 布施供养之手求也 不是 这个布施供养手能够求得来的 我们这个布施供养 那个是 跟众生的结缘 是以福德 以功德 福德跟功德 有分别